其实这次选举是在美国当代政治历史上 选择两个最不受信任和最不得人心的候选人中之一 那么我就想谈一下透明度和信任和性情的问题 首先我想问川普的团队 他的报税记录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是给政府报税 川普迟迟不愿公布他的税收记录 这是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公开晒出来的 那么作为公民呢我们有权利知道他的税收记录 他拒绝把他的税收记录晒出来说明了什么 那川普的主选团你们如何为他辩护 其实川普啊很多做法我也不是太认同 我也不是说就是站在这跟你们说川普的所有做法都很对 如果要是在往常的话 刚才这个说到这个他说这个妇女 有一个很很很不幸的一个一个当时十几年前的话 再加上现在税的记录对吧 如果要是在2012年2008年或者更早 我是不会选他我也不会支持他 OK 但是呢这是2016年 在2016年呢这是一个国家去向的分水岭 到底美国以后的发展是往欧洲那个方向去呢 还是继续他的传统 他的价值 他的value principle 继续作为全世界的火车头 不管是科技发展 还是道德基础 所以今年2016年 我不会看他个人的事情 比如说刚才说到反恐这个事情 到今天为止 Hillary和Obama 都不愿意用这个词叫做radical Islam 如果你不用这个词 你怎么能够打击他 为什么 因为不够政治正确 怕伤害伊斯兰人的表情 其实我告诉你 就像刚才跟他们说的一样 他说你们这样说会影响diversity 我们不反diversity 我们不反Islam 我们反对的是radical Islam 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全世界大概1.5到1.7个billion的穆斯林 有没有1%的极端人士 我觉得是有的 common sense right 15 million to 17 million radicals out there 他们想把我们 他们有很多这种极端分子 他们的人生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统统打碍 他们好去建他们的宗教 这都是radical的人 我们面临这样的威胁的时候 不要再看这些个人的事情了 安全第一 好 谢谢 好 请大家